比如說 這個 你的目的是什麼 像你書不得出的目的 比如說你的書是要 拓展你的營業額 那你要集資 對不對 像超越發貝的這本書是幹嘛的 集資啊 蛤? 集資 對 集資的 這集資沒有出 因為事務機本來就要集資嘛 是不是 是 對 所以這本書是要讓別人知道 這個事務機有什麼好處 所以你要先設定你要出這本書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幹嘛 你要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你想要感動人心 鼓舞人心 還是你想要這個宣傳自己 提升影響力 還是什麼的 設定一個主題 好不好 好 下一頁 發掘你心中的聲音 就是說這本書一定要 你自己看完之後都覺得怎麼樣 很想買 你可以拿給你的家人看 看完之後 你不要跟他講你書的 所以這本書你覺得真的很棒 然後你就給他看 看完之後 假設他看三頁就拿去包油條 這本書怎麼樣 這本書就用什麼 請用我來包油條 這本書就應該就出這樣子 好不好 來 下一個 前面一張 啊 前面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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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看是不是 心中的聲音 感覺 對 就是你自己要能夠感動這個 這個書 你本身要能夠感動 好 我們可能要再快一點 振動 結果要什麼 第一個就是 就我剛剛講的嘛 你所想要的是什麼 你最後的目的 你最後的結果 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這是你要知道的 第二個就是 先從市場開始 一定要記得 當然這個行銷通路 這個專家是我們的 陳老師策略長 但是我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都有請教他很多問題 我請他說 那我現在這個書要怎麼做 我等一下要跟各位 等一下呢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有把這個 打遍天下無敵有這本書的大綱全都 我想說要不要先分享給大家要不要 我跟大家講這個書的編排 那其實這個書是誰幫我的呢 這個大綱誰幫我的呢 書這件事情是梁老師幫忙的 幫我的 那策略長是在於這個行銷通路方面呢 是他在協助執行的 所以等一下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再來方問一下這個 所以這本書就是 他能夠熱賣 你不要出一本就是叫好不叫做 只有你家有五個人 只有四個買 還有一個就不換你的場 那你不是 出這本書要幹嘛 對不對 那你就自己 我跟你講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去影音機音音就好了 反正四本而已啊 不用花那麼多錢啊 對不對 所以先到底先了解 到底會不會賣 會不會賣 會不會大賣 會不會大賣 那這個當然從書名開始就要去 去了解嘛對不對 在設定從頭到尾的大大 你要先把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辦的話 你就先把大賣的寫出來 先把大賣 結果了解了 然後再來 大賣是什麼這樣 結果大賣 大賣抓出來就是提鋼竊靈 先把重要的骨幹把它點出來 我聽說這個學畫畫的人呢 他也有他的骨幹 就是他可能某個點先把它瞄好之後 接下來就怎麼樣 就知道怎麼去畫這幅圖了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寫書也是這樣 再來 依賴直覺 對 有時候你要去看看書店裡面 有哪些書 就是你看所有的書看完之後 你發現你想買哪一本 那到底他這本書具備什麼優點 所以你可以常去書店看一下 你想買哪一本 然後這本書具備什麼優點 你創造這樣的直覺 然後你就可能會有這樣的一種sense 這樣一種sense 這是剛剛講的 當然我們看完你的結果 所以你可以運用這個 心想事人裡面有一個故事是這樣 就是馬修史維也有講喔 他說 如果你想要了解明天的解答 就是你心中如果有一個疑問 你現在如果碰到一個狀況 一個問題 不知道怎麼處理的話 你就在你的床邊放一支紙 一支筆跟一張紙 然後不斷的想像 等一下在睡夢中 這個問題會被你解決 你覺得一定會有答案 然後開始進入阿發波 開始想的時候 隔天早上起床 你會忽然發現什麼 答案出現了 答案出現了 然後可能這個答案 會立刻忘記春天阿發寫下來這樣 這是這本書裡面所寫的 大家有沒有這樣經驗過 就是你在睡醒之後忽然發現 原來只要你夠胖 跳下浴缸裡面 溢出來的水 就是這樣 就是什麼 要減的重量 對對對 欸不是啦 不要亂倒 就是什麼 蛤 對就是水那個體積嘛 對不對 對 那我都以為是真是這樣 這是誰的理論 那水平都很高 我上次講過這個 我上次講過這個例子 他們台灣有人跟我說 愛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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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這個就是打野反策略嘛 所以你這本書 到底跟別人說什麼不一樣 你的子牛在什麼地方 各位知道子牛嘛對不對 對 比如說我現在看紫色 馬上來認真說紫色什麼 紫衛 最接近什麼 最接近什麼 對 最有財富的這個顏色 所以 一 知道子牛這本書嗎 我們看過 一群牛 裡面有一頭牛是紫色的 結果怎麼樣 很特別 你能注目 所以到底什麼是你這本書的子牛 跟藍海策略還有差異化在什麼地方 在什麼地方 你這類的書裡面 那為什麼你這本書會比較賣錯 為什麼 這個差異在什麼地方 還在 一次把它秀完沒關係 因為我們時間實在是很趕 故事的內容 會讓你看到你所想要的結果 對 你講你自己的故事 你說可是我故事好聽嗎 其實你的故事一定是很好聽 因為你的故事不會跟別人重複 絕對有藍海 你一樣雙胞胎兩個人的故事會一樣嗎 也不一樣嗎 所以 你的故事 但是你的故事最後你要達到什麼目的 你要告訴別人什麼 你的故事裡面一定有幾個橋段 你要幫你的故事設計幾個橋段 比如說像我 我的故事裡面有設計什麼橋段嗎 當然有啦 比如說我設計的橋段就是 我以前在想要賺錢的時候 告訴自己 賺錢比呼吸還要重要 所以我就告訴所有的我的朋友 跟他們講 告訴我賺錢的機會 我什麼都願意幹 只要是合法的 我什麼都願意做 然後就有人帶我去 台北有一間叫 台灣有一間的地方 叫第一殯儀館 他跟我講可以去那邊洗屍體 然後我到殯儀館門口 去停留了五分鐘之後 我就很害怕 不敢進去 但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講 他說不用擔心 因為搞不好會洗到美女 後來我就覺得他這個人真的很變態 因為都已經死了 你洗到美女到底要幹嘛 這是我設計的橋段嘛 對不對 你說這故事很重要的 他說我本來只有多少錢 他說本來只有五塊錢 對不對還是五十塊 反正只有一點點錢 然後他錢都沒有了 不然他怎麼樣逃難 最後怎麼樣起家的 就是一開始他用的詞 很引起別人的興趣 你如果假設你用詞叫做 我有一百萬 你只想知道如何變成一百零五萬嗎 你們這樣有沒有興趣 沒有 完全沒有興趣 聽完之後有沒有吸引力 沒有 沒有吸引力 對不對 這樣還不如怎麼樣 還不如是本來我有一百億 後來變零 我覺得這樣還比較有吸引力 真的 對啊 然後這個內容就是什麼 就是如何才不會從一百億變零的秘密這樣 這樣是有點負面的 一定要想辦法再回來 再會在正面再回來 好 下一頁 好 這個廚紋把他弄出來 要照人可以照一下 不然就先把他抄下來 這那天有講 但是我想我再幫大家做一些這個整理一下 你看 你是要讓別人喜極而泣 有快樂的淚水嗎 還是要令人好到令人起好 這個有點稍微 這個應該是說 令人很想起雞皮疙瘩 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是可能是資訊上有一點錯誤 對 第三個是改變觀點 可以讓雙腿發軟 什麼故事可以讓雙腿發軟呢 死胃翻轉 對不對 什麼故事可以死胃翻轉 就是 你要設計你的故事張力 坦白講 我以前那次兩老師的時候 我不知道原憂鬱症 得憂鬱症這麼可貴 真的 原憂鬱症真的很可貴啊 真的 我剛開始不知道欸 我現在感覺到什麼 哇真的是 現在如果假設你負債很多 不知道如何成功的話怎麼辦呢 先得個憂鬱症嘛 那高中念九年 自殺兩次 對 但是千萬不要自殺就成功囉 那沒機會寫書了好不好 產生新的信念 笑容 這應該大家很容易了解 好 最後也要講到 故事是大腦的魔鬼詹 什麼意思呢 他說 如果你用一些故事 來做內容的一些鋪序的話 那麼這個故事 像投資家的故事有沒有提到 他本來走過路過證據堂 發現冷氣很涼 進去裡面吹一吹之後 告訴自己要超越麻煩特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超越麻煩特 有沒有 裡面就寫要 但這也是什麼 這也是一個很 很貼近人心的故事嘛 對不對 是 好 所以他說故事是大腦的魔鬼詹 請問你以上改變 好 還沒好 來 好再回去一下 我們要不要快一點 可能時間上很趕 蛤 對會這有些會硬啦 所以大家 看你要不要先超 還是有部分你先寫 然後再補那個獎益 好不好 好 對先寫你覺得能寫的 但今天還是要 我覺得今天要超真的很重要 你千萬不要想說靠獎益 真的 因為獎益是很死的 你超的是很活的啦 好 好 來下一個 對 你一定要自己寫嗎 不一定 當然不一定啊 你可不可以找做手 可不可以 找寫手可不可以 可以 誰是你的寫手呢 第一種人叫什麼 專業的 寫過的人 第二種人叫什麼 了解你的狀況 你跟他講怎麼樣 他聽得懂的 你可以找這種人幫你寫啊 比如說你妹妹在家沒事做 你可以找我幫你寫 可以啊 可以啊 那你就付給他什麼 付給他兩個糖果就好了 很簡單啊 然後看了秘密 你不要跟爸爸媽媽講啊 就這樣啊 他就會幫你寫啊 對不對 好 下一個 對 這個是 傑克坎菲爾 對不對 講什麼 他說每天至少 每天你最少都要寫一分鐘以上 你每天都寫一點點 因為一天寫一點點 一年就寫365點點 你如果一天寫 收集一篇故事 那一年就收集幾篇故事了 365 365篇 一年至少可以出一本出 最少一年可以出一本 最少底線 一天寫一點點嘛 好 再來 好 所以他講一天寫一頁 每天寫一頁 一年寫300多頁了嘛 對不對 對啊 現在有沒有人這樣做有沒有 有 有人一天寫一頁嗎 好 再來他說怎麼做最好 在什麼地方寫 文字處理系 打字機 錄音寫筆記 找人桌刀 房間 公園 咖啡廳 廚房的桌上 後來他被寫 每個禮拜又寫完一本 一本書 就是後來你就會有這種功力 就是一個禮拜可以寫一本 就有這種功力 還不起 再一下再一下 我幾分上來 我幾天幾分上來 我幾天幾分上來 要幾分 30分 50分鐘了 50分鐘了 來來來來來 我們現在講第二大主題了 因為喔 羅文他講了一個東西就是 你想像你每一個字值20塊美金啊 你想像你每一個字值20塊美金 所以你覺得不想看電視 每天晚上都可以寫這樣 我後面要寫個數據 把他拿出來看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可以放到這邊就好了 放一下那個 我的書的組的大綱好了 好 先放一下 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大綱 好 亞洲搶先板 好不好 好 來來 放一下 不過我們要給梁老師掌聲鼓勵一下 大家放我 快輸就好了 有書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你現在就 好 再來 秩序 吳謝可結束介紹 你看幸福江平 剛剛面對我的記憶 因為我爸爸有跟我 教過很多東西嘛 宜言跟宜漢 回到母親 來 接下來 第二篇 我一定要出人同地 反正重來鬥事 就要什麼時候要不接近 就談到我怎麼做業務的 怎麼切入 然後陌生日職台這邊 沒有日子的朋友 以月入百萬的目標 當初我的目標是 一個月要算一百萬 再來我二十 二十一歲 我就有這個目標 二十二歲 後來二十三歲的時候 我就做到一個月算一百萬 這樣 再來 再來 因為梁老師姓梁嘛 所以我剛好是寫梁師義友 對 這個就是以前我跟他一起合作 開實習家公司的一些過程 然後我再把它剖析 這些過程讓我學到什麼 成功跟失敗的一些經驗跟重點 我就把它剖析出來 好 再來 複製人才 再來 下一個 失敗史記錄 就是曾有一段時間 我跟那個老闆 後來他失敗了 我從裡面學到些什麼東西呢 學到什麼什麼 拼拜圖山島什麼的 這是一個過程 這些都是用故事來切入重點 用故事來切入重點 來 接下來 接下來 好 再來重新出發 怎麼樣從頭又開始 上個月我們是不是在台灣辦打鬥务團隊有沒有 是 我們是不是有跟大家講 如果從一個人開始 從一個人開始 在陌生的地方 三個月裡面 正圓200個人的方法有沒有 有 其中有一點就是出書 就是出書 再來 教育可以改變一切 對 思考公司 習慣公司 好 來 拜託拜託 讓大家算看一下就好了啦 好不好 好 好 如會長成一路趕快習慣 怎麼樣習慣 怎麼樣習慣 好 接下來 工作承諾依量 中學店有沒有 有 好 持續大綱不斷學習 因為一座都會 一座都會銷售 好 下一頁 打鬥务團隊 你大概先了解一下就好 因為書會有嘛 書會有 對 書啊 書這會有 大綱嘛 還面前吧 對 楊希益有沒有 破紀錄的 如何破紀錄的策略跟步驟方法 來 繼續 魔術派就是 梁老師是魔術派掌門人嘛 對不對 那我這邊介紹他 欸 接下來有目標 就是要培養100萬總經理 就是 對 因為我 不過最近我想要把他改成300 因為我看那300壯士有沒有 哇 徵求300壯士 就是廣下英雄武林鐵 這樣 哇 衝到500位 你衝到100公共地域 牛轉一人聽這兩小聲目標對不對 幫助一人 寫下100個目標嘛 好 再來 ESBI 從ESBI 那我想這邊可以加上八方向線 好 接下來 還有沒有 應該沒了 好 怎麼樣 哇 你覺得如果你是一位讀者 在書店看到這本書的大綱 你會想要買一下 會 來 會 來 會 你為什麼 為什麼會想要買 為什麼 對 就是很切入每個人的心情嘛 是不是 是 很切入嘛 像有些書是寫給特定的人看的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高等快進學 你會想買 不會 不會 特定的人看的 好 好 你會想買目標越來越快 好 那我們輸出講完了 來 現在請各位寫下 你幾月幾號要把書印出來的目標 好 寫下 是 好 我們在 八分鐘以內要結束 所以請各位 隨意輸入更快一點好不好 八分鐘現在開始計時了 好 寫好了嗎 來 寫好了 來 寫好了 寫好了 日期寫好了 來 寫好了 還沒有寫好 有個很好的方法是什麼 抄隔壁的 就最快嘛 那怎麼辦 隔壁我沒寫怎麼辦呢 超後面的嘛 就這樣 對 這還可以啊 反正你們要怎麼辦 就叫別人辦一下決定嘛 是不是 對啊 寫好了嗎 好 先好 舉手一下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我覺得我們對全中國的出版社 真的有很大的貢獻 真的 好 我們現在講第二大主題 我們要講很快 所以請大家再注意聽一下 對 剛出書是第一大主題嘛 現在我們講第二大主題叫做 打法翻起來叫做 付出與給予 給予 就是我昨天把這個 昨天這個英文翻譯好像叫做 施捨 施捨 施捨是不是 對 我把它改成給予啦 因為給予聽起來感覺更怎麼樣 好像更 就是 付出跟給予的狀況性 第一點叫做 成功一定要繳學費 只是找繳跟玩繳而已 所以 找點繳吧 成功一定要繳學費 只是找繳跟玩繳 所以請大家怎麼樣 找一點繳 對 找一點繳 對 找一點繳 這不用啊 這不要 這不要 這個是講出於類聚的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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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成功繳學費 這找一點繳跟繳而已 對不對 像我覺得我真的很幸運 因為我認識幾位我的貴人 比如說我認識誰呢 比如說我認識這個 楊老師 我覺得他是我生命中一個非常重要 改變我人生的一個重要的契機點 真的 因為每次在低潮高峰 爬起來跌倒 開公司倒閉 沒人有人 有錢沒錢 開奔馳騎摩托車 走路跟坐公車 他隨時的跟我講一句話叫做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為什麼要去不來付毆這樣 那現在改了 現在講說 那我看我們來購品 購品辦理公司 然後是不是 什麼時候進入負比試這樣 所以你周邊有這樣的朋友 你的人生真的會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應該跟大家打預防針一下 什麼打預防針 他什麼預防針你知道嗎 所以說你今天晚上回去之後 你如果假設很興奮的把你的筆記 跟你所聽到的內容 去跟你的朋友分享 你覺得他們會不會跟你說太棒會不會 他們會跟你說太胖了 喔不是太胖 差一個字差很多 你知道為什麼他們可以說 他們不會跟你說太棒你知道嗎 我跟大家講齁 因為他們會這樣跟你講的原因就是會錯在你 對 把他寫下來 就是 如果我的朋友撥我冷水 錯就是在自己 把他寫下來 你有兩道錯造成這個結果 第一大錯 你沒有帶他來上課 第二大錯 你問錯人 第三大錯 你犯了以上哪種錯 這樣 全犯你就完了 真的 你說問錯人怎麼問錯人呢 你如果把這個問題拿去問 傑克坎菲爾 他會怎麼跟你說 好 oh great 豬豬太棒了 對不對 你如果要去問 剛才我從餐廳走過來的時候 後面有個富人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人 他一直跟我說 給我錢給我錢 有沒有 如果你問他 你覺得豬豬怎麼樣 他會怎麼跟你說 你知道嗎 給我錢 這代表你問錯人 不信你等一下去 你等一下就走去問那個富人 好不好 我們大家下個時候去做那個時間可以嗎 不用了不用了 你不相信就去做 相信就不用再做了 我剛才真的被他問了好幾次 他跟著我們馬路 怎麼對岸走到這邊來 不是對岸啊 對面的 對岸是台灣 走好遠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問錯人 因為假設我去問他說 怎麼樣才能叫別人給你錢 然後他又不給你 我問他對不對 對嘛 因為他做到這件事情了嘛 但是我要說結果嗎 所以 你的朋友跟你沒有這樣的頻率 而你現在去問他 這是不對的 或者是你去請教他 也是不對的 你拿筆記給他看 也是不對的 這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大陸這邊的福特是220福特 結果你就把台灣100億的福特 插進去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會燒掉 所以避免讓自己頭髮就變焦 會怎麼樣 對你想辦法用排行榜第一名的書 去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會完全徹底的被你說服 就這樣 是 好 接下來 我再談到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 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非常不可 就是 我們要知道怎麼樣才能夠運用我們的貴人 怎麼樣才能夠運用我們的貴人 你知道為什麼貴人不會幫助你嗎 第一個就是你的態度太差 對 所以貴人會幫助你 說真的啦 我不曉得大家今天來上這個課 像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們佩服梁老師 因為 你知道所有的馬克蘭生的錢我們已經付了對不對 是 我們是不是有給他一筆 一筆費用 是 那我們幹嘛說 你覺得我們先 我們送到所有的西裝跟禮物 有沒有從他的水平也扣下來有沒有 沒有 所以這個西裝這個巴拉拉扣下來 有沒有這樣 欸 那個喝水啊 那個水的一瓶是兩塊 有沒有這樣扣有沒有 沒有 沒有這樣扣嘛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這樣扣嗎 因為你沒有付出 說真的欸 你就會覺得 我是花錢的大爺 我來上課欸 對不對 那我上課 我做的疼的有什麼不對 我上課 我是花錢 我是消費者欸 把一個觀念寫下來 全世界唯一不能用消費者的角度 來做消費的投資叫做學習 這句話誰講的呢 對 對對對 有話講 而且現在都 大家很有頻率喔 有沒有寫下來 沒有 全世界 全世界 來 好我們一起唸一遍 全世界 我們唸得零零閃閃的 到底大家是不是有什麼聲音 全世界唯一 我們寫個唯一 唯一不能以消費者的 來消費者的角度 來消費者 叫做什麼 學習 對叫做 因為說真的啦 你想學 老師不見得願意教 是 但是 你想吃多利 多多 對面那叫做什麼 多利 多川 多利 川菜 你想吃老闆就會煮 沒錯吧 是 我跟你講 那你說可是真的嗎 我跟你講 其實任何消費都是一樣 你在凌晨4點去敲他們跟他說 老闆 來個辣子雞丁 你覺得他不會煮給你吃 我給你雙倍的錢 他要不要煮 他要煮 他要煮嗎 我跟你講他也不煮 搞不好廚師都走了 他不會煮 他沒辦法煮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 有時候你想要的時候 還不見得要得到 還不見得要得到 你說可是我有繳錢給他 不是 如果沒有梁老師 把馬克蘭森帶進來 不是 你覺得你要花多少錢 那是馬克蘭森 請問你 是 這是錢的問題嗎 請問你 不是 你可以用什麼方式 那是馬克蘭森老師 用什麼方式 接下來我跟大家講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 羅傑道森來上海 各位知道誰是羅傑道森嗎 對 他是全美 應該是全世界第一名的談判顧問 談判教練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大概六七年前呢 我跟梁老師有去上他的課 所以我很感謝梁老師 他帶我上了很多世界大師的課 那我們去上課 他那個課是這樣 就是說最後會有個比賽 他這比賽很特別 就是全班同學兩個兩個一組這樣 兩個兩個一組 然後他出個題目給你 誰能夠你們兩個一組 比如說你們兩個一組 然後去跟別人那一組談判 他出個題目 誰能夠用最低的價格 談到最大量的最好的產品 那這組就贏了 他有個實際的案例這樣 全組全班比賽這樣 在六七年前全班比賽 那裡面有很多百億 好幾個百億富豪 億萬富翁 就那次比賽呢 我跟梁老師那組拿到第一名 哇 所以這一下很深刻 對我們拿到第一名 這組是不是有人有去上 記憶有去嗎 記憶有去嗎 齁你還沒有去 有沒有人去上課這課有沒有 他根本就不會去台灣 真的 其實很多國外的人是不會去台灣 他們認為台灣真的是一個島 而且這個島是越來越頹廢 越來越消極 越來越糜爛 對不對 欸 沒有聲音 沒有啦 除了我們之外對不對 對 真的 所以帶到這種學習風場真的很重要 真的 那有些人怎麼樣 說真的 而且只有馬克拉先生老師是老師嗎 說真的 如果沒有 各位有沒有上過引爆生命令有沒有 有 各位知道 許老師的引爆生命令 中國第一名的潛城激發大師 如果假設他沒有幫你打開開關的話 那你學什麼都沒有用了 所以許老師是老師 那你對老師的態度怎麼樣 說真的 你是跟他公信搭配說 欸 柏凱 是這樣嗎 你知道他心動我怎麼想嗎 我可以教你 我可以教別人吧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教育訓練的老師 教育訓練成人教育的老師 跟你學校老師是不一樣的 是 學校老師他是教你理論 而這裡的老師很有可能是你的貴人 你了解嗎 是 梁老師也是一樣啊 而且我記得梁老師 我覺得 坦白講我覺得他是一位先知先覺的人 真的 他在十幾年前就跟我講說 教育訓練是可以建立人脈最快的方法 而且最頂尖的人脈 其實那時候我沒有很了解 我就說這什麼 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但是現在我了解了 我懂了 我終於了解這件事情了 因為他 因為透過教育訓練 你知道為什麼馬克蘭先生會被我們邀請過來 你覺得你付給他兩千萬他會來嗎 不會 我跟你講 你付給他兩千萬他也不會來 因為他不差你這兩千萬 你說我給你錢我是大爺啊 有人說 阿諾羅賓像今天男老師有講嘛 阿諾羅賓老師有這個 因為他聽說阿諾羅賓之前有離過婚對不對 阿離婚我就不去上他課了 你不去上他課 你覺得有沒有人去上他課有沒有 你不上別人要上我跟你講 你今天你不學 你對老師態度不好 他可以教別省 上海人不學 教四川 四川人不學 教東北 東北人不學 教那個湖南 湖南人不學 教長江三峽的 所以對老師態度很重要 很重要耶 大家知道嗎 你覺得你會不會像我們前兩天去吃那個什麼 八國 八國什麼川 阿八國護衣 阿八國護衣對不對 川菜好不好吃 好吃 真的很好吃耶 我覺得那上真的非常好吃 你會不會因為 有人說可是那老師怎麼樣 開始批評老師起來了真的 有人會這樣子喔 你覺得你會不會因為八國不一的廚師 有外遇而不想去吃他的菜會不會 關你什麼事啊 你會不會因為八國不一的廚師 所殺那條魚 跟螃蟹有外遇 結果不去吃他的東西會不會 不會 這關你什麼事啊 我跟你講 你想學 老師還不見得願意教 是 前幾天我第一天上課我就跟男老師講 我說男老師我覺得真的 我說 我覺得我能上這個課真的要感謝你 他說為什麼 我說 我覺得能夠來上這個課真的是福氣 應該是運氣啦 能夠來上這個課絕對不是努力 而是運氣 就是 被你碰到了 是 來大家一起講一遍 被我碰到了 被我碰到了 我真的賺太多了 我真的賺太多了 所以 君君臣臣富富之治 所以君君臣富富之 這是要什麼意思呢 當學生要當學生的樣子 是 這叫君君臣臣富富之 瞭解嗎 瞭解 我們聽過這一段有沒有 這誰講的 金富金臣富富之 對啦 對對對 沒錯沒錯 大家真的搞懂了 所以就是 我覺得這個付出跟 付出跟給予的這個精神真的很重要 真的 你想想看 今天貴人為什麼要幫助你 因為你的態度良好 你態度有不好的話 你給錢 你覺得錢就可以買通一切嗎 那為什麼 兵拉登可以叫你去衝瘡子新大樓 為什麼 你覺得給他多少錢 蛤 自己年薪的兩千萬還年薪五千萬 來 徵求年薪兩千萬願意衝瘡子新大樓 自殺局有看一下 沒有 沒有 所以代表是什麼你知道嗎 根本就不是錢 如果假設我們沒有這樣幫助 我們沒有這樣對馬克仁森老師 沒有這樣對他的話 你覺得是錢嗎 你覺得是錢的原因 他願意這樣幫我們嗎 你覺得是嗎 是 絕對不是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第二個 真的很重要 我們要先懂得付出 懂得給予 就一定能夠得到最多 這樣好不好 好 了解嗎 堅強好不好 好 非常好嗎 好 我自己這麼幸運掌聲鼓勵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 對啦 好但是呢 希望各位 能夠馬上把輸的一起定下來 用一顆感恩跟這個回饋的心 不斷 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再一次給黃老師那邊掌聲鼓勵一下 其實我以前常常問這個 黃老師一個問題 我問營運掌 我問營運掌 因為我覺得他也是 他講的笑話跟一般人講的笑話跟一般 很特別 魚跟螃蟹也跟一般 這我真的是蠻特別 然後我每次都問他 我說 但你有沒有覺得他講笑話的時候他都不笑 是 這很厲害吧 是 我就想問他 因為我自己沒辦法 我每次講笑話我自己都會嫌棄 所以我就想問他 我說為什麼你講笑話的時候 為什麼你總是能夠不笑 你能教我成功意嗎 他跟我講句話 他說 因為我真的沒有在講笑話啊 我自己覺得我講得很認真 因為大家怎麼都笑成這樣 真的是天大的笑話 OK 那個 我覺得對老師的態度真的很重要 就是 簡單來說 就是 你真的可以過來拍拍我肩膀 然後說 補看表現不錯 你真的可以這麼做 對 你這麼做的那一天 就是 不是 就是 如果你連當學生的態度你都不高懂 應該只能當一個學生 那我想 你大概也沒有資格坐在下面去聽別人的課 如果你連讓你的貴人幫你的態度都拿不出來 那貴人 就算他很貴 他也不會是你的貴人 是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很關鍵事情 是 我們當然都希望 我們並沒有 就是在台上老師其實也並沒有覺得要把大家的 好像什麼吉差分出來什麼 我比你高貴多少 或我比你厲害多少 也沒有這樣的決定 因為我們既然能夠站在台上 想要跟你們分享成功之一 就是我們有一定的使命感 可是問題是 我們是這樣想 如果你也這麼想 那你就得到老師的幫助 一定是這樣 是 是不是 OK 我們下個休息10分鐘 但是請注意 外面現在有餐點 一共連續辦了幾場演唱會 這是破紀錄的喔 絕對是破紀錄 還有一共一口氣辦了60場的演唱會 哇 你們可能沒有搞過一件事情喔 要能夠連續辦60場演唱會 是代表什麼 很厲害 代表 代表 太紅了 慢慢辦不下去的吧 是 那連續辦60場演唱會 這是第一個紀錄 第二個紀錄是 這60場演唱會 一共創造了87億台幣的夜額 哇 超場破億 每一場都破億 而且更誇張的是 等一下你們看到這場演唱會啊 就是 他第三首歌啊 那首歌 已經整整紅了20年了 哇 你們沒有搞什麼一件事吧 有一個人 可以唱一首歌 連續紅20年 哇 哇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 太誇張了 而且 他是一個沒有關係 沒有背景 沒有這個資源的人 然後 在20幾年前 被發折 一路紅到現在 你看看這場演唱會 是這個世界上 到目前為止 有史以來 最誇張的一場演唱會 哇 不是台下多少人暈倒 而是他演唱會整個規模 你仔細看他的每一個安排 每一個細節 你們發覺 那根本就是一個 精心結合至極致的一種作為 太恐怖了 要不要仔細看一下 要不要看一下 要 我請你去看他的眼神 看他的信念 去看那個舞台 去看他搭建 我們時間不夠 不然的話你還應該要看他事前的演練 那真是一個太恐怖的演練了 我估計 大概 就照梁老師的估計來講 大概他最少演練的時間 要超過半年以上 才有辦法達到這樣子的結果 讓我們熱烈來掌聲 歡迎全世界女性當中的天王巨星 瑪丹娜熱情掌聲鼓勵一下 他出場的方式 他在影韻上 他不禁止 出場的手 他人 card 一 二 他不禁止 他不禁止 可以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三首 第三首 第三首 這首歌你美麗很熟悉 紅了二十年了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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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看懂到底他厲害在哪裡 就是如果你現在看完 然後有人睡著流口水 那就代表就是你根本都沒看懂 我在那邊看了一個關子 第一個 他45歲了 你有沒有想到詳細文件事 他45歲以上 不知道45還是46 哪一組最少45 最少的 最少45 一個女人在45歲還能維持這樣的身材 這第一個就來 不容易吧 第二個 他紅了超過20年了 其實我在很小的時候他就很紅啊 對啊 他怎麼能紅這麼久 然後呢 紅這麼久就算了 他現在能不能在45歲這一年 完全全虛虛全球辦六指産演唱會 長長後滿 然後破了 所有演唱會的 你業額紀錄 87億台幣耶 二十幾億人民幣耶 你45歲的時候你能這樣子唱六四場嗎 不要說創造多少遺憶 到底唱六四場 你魂弄到到哪去了 六十場耶 然後再來 你們現在只看到這個演唱會的 小小小小的一部分 他整個演唱會裡面 他每一首歌都變裝 每一首歌都變他舞台上面的裝飾 他每一個舞台都會 他有大概五六個不同的那個場景 每個場景都有不同的機關 可以突然間從地上就跑出來一個人 突然那個人就在那個舞台上消失 從頭到尾 極致的誇張 為什麼有人能夠把生命活成這樣呢 他有自己的事業 他有自己的版圖 有自己的帝國 為什麼有人可以把生命活成這樣 二十幾年他 二十幾年前的他 也沒關係 也沒有背景 而且他也不算是長得是美女 他只能說辣妹 不過只能一個四十六歲的辣妹真的有點奇怪 辣媽 辣媽 問題是媽也能辣 所以就不現在 接下來最主要的時間來交給最主要的 你們還有很多人都不行 讓我們熱力 攻防 拿出尊敬老師的態度 熱情攻防掌才能有的 老公主席的最高 極臨老師 我們起來做一次左腳右腳 好 來 預備 來 左腳右腳 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一天 充滿著 熱情 笑意 快樂 來 再次預備 來 左腳右腳 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一天 充滿著 熱情 笑意 快樂 來 掌聲鼓勵一下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不費缺 不費缺 應該缺 缺灰之力才對 好 充滿之力 不費 缺灰之力 我答案大家自己改一下好不好 不費缺灰之力 成功的紀律 意思是 每天都要做這件事 紀律就是每天都做的事嘛 對不對 那每天都做的事 這次就可以讓你達到什麼 達到更成功 是不是 對 所以每天早上起來做這件事 第一個 早上 將要發生的意象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 把你今天 你覺得今天會發生到 最美好的事情 在大腦當中 想像一遍 並且呢 它所謂的高等力量 就是你的神的意識 並且跟你的神呢 透過你的神的協助 來想像這個目標 已經達成了 我們都知道 早上在起床 15分鐘前啊 就讓你看到眼睛 15分鐘前 所以 一定要比你 原本要預定 起床時間的前15分鐘起床 然後運用這15分鐘呢 去想像這件事 因為這是運用前一次的力量 就是去想像你今天 你想要完成什麼事情 比如說我今天晚上睡覺 明天早起床 想像明天要幹嘛呢 明天是不是要舉辦記者會 是不是 是不是有大概 將近40家的一些 很重要的媒體會過來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明天要舉辦記者會 那想像這個記者會 全部都完成 怎麼樣 很沉默的畫面 那這個記者會 要帶給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新聞發布的訊息 會拿到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去想像一下 大概15分鐘 是在阿法部的時間 然後呢 去祈禱我們的神 讓這個這件事情呢 可以更順利的發生 第二個呢 運用圖像 來幫助你專注在你的目標上 所以在之前 我最近跟大家講說 要把這個目標設定在哪裡 手機上嘛 對不對 是不是弄在公司的牆上 對不對 把你要的這個畫面 弄在 馬開師說要弄在 電腦上面 是不是 收集很多大成目標的畫面 馬開師有給大家看這個 網站上面很棒大成目標的畫面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這個畫面 有 自己要拍攝這個影片 因為 你花在這件事上面的時間 越多 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越渴望 達成這個目標 不要以為這是一些 無聊的小事 這一點都不無聊 這很重要 這會讓你所有的思考 焦點 都集中在你的目標上面 你花越多時間 比如說錄前一次錄一代啊 去製造你的夢想版啊 去製造你的手機貼牌啊 不要以為這是一件 很無聊的事 你越這麼做啊 你越這麼做 你就越容易 像我以前有一個同學 他最喜歡在他的環境裡面 貼滿Platform的照片 有沒有 對 他都貼了很多美女 很多Ruby 所以呢 十幾年後的今天 他還是怎麼樣 擁有很多的美女 還是 成立在他的這些照片裡面 像我呢 就是貼上市公司的老闆 但是我就是一直想要 自己公司怎麼樣 上市 就是我覺得這最大的部分 對在這個地方 不要去輕忽這個畫面 帶給你的影響力 不要輕忽這件事情 不要覺得這件事很無聊 花時間去做這件事 讓你能夠每天看得到你的目標 第三個 想一個 能夠讓你更快達成目標的想法 這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說 你在睡覺前啊 睡覺前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跟自己講 明天一大早起床 今天起床起床 我就會莫名其妙的快樂 來改變 明天 明天 你大早起床 我就會莫名其妙的快樂 我就會莫名其妙的快樂 全身感覺到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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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想出了一個 達成目標的方法 全身感覺到興奮 不是 你把這個想法 在你睡覺前怎麼樣 把它帶出 帶入你的夢中 讓你的情緒 因為你在睡覺嘛 你用腦怎麼樣 還持續不夠再運轉 運用你的這個 潛意識 來解決你生命當中 遇到最困難的一個挑戰 所以 所以明天找到 我會莫名其妙的快樂 而且感覺到興奮極了 因為我想出一個 更容易達成目標的方法 這是每天做的事情 紀律就是每天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 是 第四個 擁有感恩的態度 大家想改變 這感恩詞是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嗎 在美國 在美國就是 他們現在很流行在賣的石頭 這個石頭呢 上面寫了兩個字 叫做感恩 對不對 他說呢 你要把那個石頭呢 放在你的口袋裡面 只要你的手呢 身體口袋摸到那個石頭呢 你就要怎麼樣 衝來什麼 對不對 要衝來感恩 為什麼 因為當你懂得感恩的時候 你會得到更多更多的資源 當你懂得感恩的時候 會有更多更多的人怎麼樣 來幫助你成功 因為大部分人他們是不了解 這件事情的重要性的 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感恩呢 不是說 放一首感恩的心 然後大家一起唱 感恩的心跳就很感恩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應該是 感恩是行動出來的結果吧 應該不是你嘴巴說說而已吧 是不是 對我覺得 對我以前的老師 對我以前的老闆 有沒有感恩呢 對以前曾經提拔過我的 有沒有感恩呢 我覺得這除了都是用 行動表現出來的結果 所以人家有一個感恩態度 這會幫助你得到更多的資源 更快的達成目標 最後一個就是 行動 行動 每天呢 行動就是 這個馬開山講的說 每天要做七件事 有沒有 你不是要花90%的時間 去達成你的這個 做行銷嗎 對行動就是 你每天都要列七件事 以前那個 這個 我記得這個世界石油 石油大王 這個洛克韋拉講說 每天都要做六件事 最有生產力的六件事 每天都要列下 最有生產力的六件事 是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說 大部分的人啊 他們在花一個月的時間 他們連一件有生產力的事 都沒有辦法做到 有沒有 我們在國內是不是很多人的收入很低 是不是 為什麼他們收入會這麼低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一天 一個月三十天 沒有一天 去做一些有生產力的事 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 他們的目標是什麼 從來他們也沒有想過 要領導要行銷 要學會推銷 要投資要談判 從來都沒有想過這些 所以呢 他們每天做的事情 都是完全沒有生產力的 一日之期在於 昨夜嘛 是不是 現在是不是話已經改成這樣子了 所以你應該在前一天晚上 就把明天要做的七件事怎麼樣 把它寫下來 哪七件事 是最有生產力的 哪七件事 是能達成你的目標 你去計算一下 如果你一個月 有三十天 這三十天 每天都做七件有生產力的事 一個月就可以完成 兩百一十件 有生產力的事 那如果是一年呢 是多少 兩百一十二 不是啊 一年 兩千五百二 兩千五百二十 現在 如果你一年 有些人一個月 都沒有辦法完成一件有生產力的事 如果一年可以完成 兩千五百二十件 有生產力的事 那你也會有多麼的成功 無論如何有 因為大部分人他們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沒有冤情人 根本就不會去做這些事 因為沒有冤情人 就代表 企圖心跟渴望怎麼樣 不夠強烈 是不是 對 所以當你做最有生產力的事 你的行動就是去做最有生產力的事 然後接下來呢 承認現在開始產生效果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就是 要突然讓自己 越來越好 這什麼意思呢 越來越是一種催眠性的指令 要突然讓自己感覺到 自己越來越苗條 自己越來越性感 自己越來越富有 越來越快樂 越來越喜樂 越來越有越多人幫助你 越來越有名 越來越有影響力 就是 要承認就是 因為很多的人他們很喜歡講一些負面的話 真的 我越來越糟了 越來越窮了 一直在講這些事情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多的人 你有沒有發現你跟很多人聊天的時候 幾乎他們都在抱怨有沒有 他們在抱怨的時候 把樂車怎麼樣 倒給你的能量 不會一直怎麼樣 下降 真的會這樣子喔 所以我要讓大家去講這些 正面積極的話 因為不管你說的是什麼話 它都會回到你身上 而且這不是有一張圖嗎 對不對 你講的話就會這樣 毀利標一樣 全部都飛回來你的身上 所以一定要去講一些正面積極的話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不費吹灰之力的成功紀律 大家一起來變 不費 吹灰之力的成功紀律 成功紀律 對好 接下來呢 我要把你有一件事情要稍微講一下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暢銷書大學 我們要做的事情 暢銷書大學要做的事情 因為有好多的人呢 他跑來找我 而且他跑去找我 請問一下 詞民情報紙 我發現 很容易 我可以想說 質疑